中科院传来好消息 有效解决稀土世界性难题 美国竟然依赖中国稀土到了这种程度 关于稀土问题 在我国官方做出正式表态后 一时间美国各大媒体似乎陷入混乱和交集 美国突然惊醒 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竟到了如此地步 就在美国抓耳挠腮时 中国又传来好消息 足以让美国直跳脚 近日据报道称 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厦门稀土材料研究所 在稀土分离上有了新突破 在低成本稀土清洁生产技术的世界性难题上有新突破 在处理稀土三费技术方面继续遥遥领先 早期中国虽然是稀土王国 但相关研究很弱 此前的稀土分离提纯核心技术 一直掌握在少数国家手里 经过徐光县院士等老一位科研人员的几十年努力 才让我国稀土分离研究占领先地位 但传统的分离提纯技术 利用率不高 还存在三费问题 要想实现清洁高效的稀土分离技术 关键在于设计 制备筛选出一套成本低 性能高的萃取沉淀剂 这次中科院孙小气团队设计制备的 新型本氧缩酸类萃取剂 可反复循环使用 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全新的萃取沉淀法工艺 事实上 美国曾有一份官方调查显示 美国要想重建一条完整的稀土产业链 至少需要15年 对此 美媒报道称 就算美国重新开放盲亭帕斯稀土矿 在稀土问题上 美国想要赶上也很难了 盲亭帕斯稀土矿是美国本土唯一的稀土矿 而且还有中资背景 该矿开采的稀土矿原材料 都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依赖程度让人惊讶 不过15年时间 美国可等不了那么久 因为他们大量的尖端武器都离不开稀土 到时候 美国领先的优势也将消失殆尽 曾在2010年 美国就得出结论 9年过去了 美国对于中国可能的举措还是慌张不已 表明9年的时间 他们似乎什么都没做 所以即使有15年重建时间 结果可能还是一样